《金融家》杂志 我是期待它能够扮演三方面的角色 一个是金融知识 国外的一个金融趋势 这方面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观念的一个宣导 这是第一个功能 那么第二个功能的话 就是说有一些重要的金融的议题 在这个地方大家彼此来讨论 所以这是议题的讨论 当然议题的讨论 也就会跟这个政策的建议 这方面是连带在一起的 希望对政府机关 也提出一些政策的建议 那么另外的话 还有是有一个意见沟通的平台 这是我们的角色 那么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地方来交换看法 那么这三个角色的话 这几年来我发 我觉得个人是感觉了 是有点 是应该是有某个程度的花灰 只是说遗憾 但这个效路还要进一步的扩大 如果效路能够扩大的话 当然影响力功能应该 就能够发挥得更好 人才的培训这方面 也就是说训练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过去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那么我们的通诊常常在讲说 早期大家对于这种 你要从事金融的业务 就必须要有证照 要有证照 你最好先来上一点课 所以过去这方面 事实上来参加上课的 来考照的人是很多 但是几年这样累积下来 该考的照很多人都考完了 所以这方面 这个需求当然慢慢也就减少了 那么至于训练的部分 很多的银行 因为他自己人越来越多 他有很多的课 他自己在上 那么甚至有些金融机构 继续节省成本的考虑 不愿意再花太多的 这一个训练的费用 所以在我们这方面 国内在这一个训练的课程 这方面参加的人次 是在萎缩当中了 不过也刚好 因为这几年 两岸金融的往来 正在开展中 我们的人必须要学大陆的 一些金融的法规 他们那些做法 大陆的也很想学台湾的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两岸相关的这种的培训 倒是弥补了 那所流失的那些市场 所以这一部分 是我们目前在努力当中的 但是证照的部分 尤其是大陆的证照 目前还有需要 要双方来协商 然后才能够有 才进入这一方面的领域 大陆市场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台湾的话 金融的发展是领先了 大陆二三十年了 所以他们很多的做法 上想要学习台湾的 实际上是蛮多的 尤其是他们所面临的 一个最大的困扰 比如说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他们一直是这方面 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所以很多大陆的金融机构 包括他们的政府官员 到台湾来的话 都想学的是这一块 所以我们这一方面的训练 大陆对这方面的训练 评训的需求实际上是蛮高的 同样的他们的农村的金融 也是一样 也是大陆相对上很弱的 所以这部分他们也很有兴趣 那么至于说你这种 怎么内部的这种的机内控 风险的管控 他们也必须要强化 不过我也必须说 中国大陆这方面 实际上他们也进步了很多 他们早期也经常去学 比如说香港来新加坡 甚至到欧美去学 大家也知道他们有很多的 免进了很多的外资 外资的金融机构 也教他们很多欧美的做法 不过他们大陆的朋友们 普遍觉得 因为中国大陆跟欧美 做法上实际上还有差距太大了 一下子要跳到欧美 可能也会有点适应不良 他倒觉得我们台湾的一些经验 一些做法 他先学我们 然后以后发展到某个阶段 再去学欧美 这可能是一个逐步渐进 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他们对台湾 真的很感兴趣